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肖战的体贴举动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报道指出 肖战在得知养子生理期到来后 主动为他购买了卫生棉 这样的小细节让人感受到他的贴心和关怀 被网友们称为暖心男友 这样的举动无疑为养子和肖战的感情增添了一份温暖 在娱乐圈中 明星情感的细节常常成为粉丝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肖战在养子生理期时的体贴行为 更是引起了粉丝们的共鸣和热烈讨论 有网友表示 这样的情侣关系实在太甜蜜 让人不禁为之心动 这样的感人瞬间也为养子和肖战赢得了更多的关注 两位明星自从被曝光恋情后 一直以来都备受粉丝和媒体的关注 而这次肖战为养子买卫生棉的行为 更是被赞为充满爱意 引发了一片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细节不仅在娱乐圈引发热议 在社交媒体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有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肖战的举动让他们为之点赞 认为这是一段真挚的感情 这种情感的真实和细腻 让养子和肖战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榜样 总体而言 养子和肖战的感情在这个小细节中更显深厚 肖战为养子买卫生棉的行为 被夸为暖心男友 让这对明星情侣的甜蜜关系再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这样的暖心瞬间 让人对他们的感情更加充满期待 也期盼他们的爱情故事能够持续甜蜜下去 这段关于养子和肖战的感人瞬间 不仅让粉丝们感叹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 也为这对明星情侣赢得了更多的关注 肖战的体贴和细心不仅展现了他作为男友的关怀 更增添了两人之间的浓厚甜蜜氛围 养子和肖战是娱乐圈中备受关注的一对明星情侣 他们的爱情故事一直备受粉丝追捧 这次肖战为养子买卫生棉的举动 再次证实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和温暖 这种小细节中的关怀 更是让许多人对两人的感情投下羡慕的目光 这段感人的故事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 许多粉丝纷纷在评论中表达对肖战和养子的喜爱和支持 认为这种真挚的情感是娱乐圈中的一抹亮丽色彩 网友们对这样的暖心瞬间表示赞赏 认为这是一段真实而美好的爱情 肖战为养子买卫生棉的行为也受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 评论中纷纷称赞他为女友着想的举动 这样的细节不仅拉近了明星和粉丝之间的距离 也为这对情侣在公众眼中建立了更加亲近的形象 总的来说 杨子和肖战的这段小故事成为了娱乐圈的一大亮点 肖战的暖心行为引起了广泛共鸣 不仅让人们对这对明星情侣的感情更加好奇和期待 也唤起了人们对浪漫爱情的美好向往 这一小小的细节成为了他们感情故事中一颗璀璨的星辰 散发出温馨和爱的光芒 肖战和养子近日在微博上的互动再次引起了粉丝们的热议 这一次两人在微博上展现了高度的默契 避嫌巧妙 粉丝们纷纷留意到这个微妙的细节 并认为这是两人商量好的行为 微博之夜成为了娱乐圈的一大焦点 许多明星在这个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心情和近况 肖战和养子也不例外 他们的微博互动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这一次 两人的默契避嫌行为成为了讨论的热点 在微博上 肖战和养子的互动显得非常默契 他们巧妙地避免提及感情方面的内容 而是选择在微博中分享一些与工作和生活相关的话题 这种避嫌的默契让人不禁猜测 是否是两人商量好的策略 以维护自己的隐私 粉丝们特别留意到了两人微博中的细节 在某次互动中 肖站在评论中提到了今晚辛苦了 而养子则回应称大家都辛苦了 这种谨慎而默契的表达方式引起了粉丝们的关注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称赞两人的默契 认为这是他们商量好的 这种默契的避嫌行为在娱乐圈中并不罕见 明星们往往面临着媒体和粉丝的高度关注 对于感情生活的处理显得尤为慎重 肖站和养子选择通过微博展现默契 巧妙回避感情问题 也反映了他们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 粉丝们对肖站和养子的微博默契行为赞叹不已 有人表示这是一对聪明的明星情侣 懂得如何在公开场合处理感情问题 他们的默契行为让人看到了两人成熟和理性的一面 也让粉丝们更加支持他们 总的来说肖站和养子微博之夜的默契避嫌行为 成为了娱乐圈的话题之一 两人在微博上展现的高度默契引起了网友的讨论 人们纷纷猜测这是否是两人商量好的细节 这种聪明而默契的表现 让肖站和养子在公众面前展现了一份成熟和理性 也为他们的感情保留了更多的神秘感 这种默契避嫌的细节行为 被认为是肖站和养子对于公众关注的一种应对方式 在娱乐圈中 明星的感情往往成为粉丝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而这对情侣选择通过微博展现出的默契行为 巧妙地规避了感情隐私的曝光 粉丝们纷纷点赞两人的默契和理性 认为这是明星情侣在公开平台上应对关注的一种聪明做法 在微博之夜这样的场合 他们避免了过多的亲密互动 而是通过谨慎的发言 将关注点集中在工作和生活的方面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感 使得感情问题得以低调处理 这次微博之夜的互动也让人们看到了 肖战和杨子在事业上的共同努力 在评论中 两人都表达了对工作的辛苦和感慨 展现了共同奋斗的一面 这样的互动 不仅巧妙回避了感情话题 还让粉丝们更加欣赏 这对明星情侣的职业态度 总体而言 肖战和杨子在微博之夜中的默契避嫌行为 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对情侣通过细致的互动 保持了一种舒适而默契的互动模式 使得媒体和粉丝在关注的同时 也更加尊重了他们的个人空间 这样的默契处理方式 或许也是他们成功维护感情 和事业平衡的一部分秘诀 为他们在娱乐圈的未来赢得更多期待 星途坎坷的杨子 以出色的演技闯荡娱乐圈 尽管合作男演员频频爆雷 但他却凭借过硬的表演实力一炮而红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认可 杨子的演艺生涯始于儿童演员时期 而真正引起关注的是 他在成年后的出色表现 然而 在他的星途上 曾经遭遇了一系列的坎坷 不少观众注意到 杨子曾多次与合作男演员发生争议 但这并未阻碍他成为 当今中国娱乐圈的当红女演员 在一些合作中 杨子的男演员频频爆雷 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然而 他总是能够通过自己出色的演技 来为作品带来更多亮点 有业内人士指出 杨子在剧中的精湛表演 往往能够将人物性格层次 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忽略了其他合作方的争议 杨子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实力 成功地度过了星途坎坷的时期 他的代表作品包括欢乐颂亲爱的翻译官狼牙榜等 每一部剧都为他积攒了大量的粉丝和口碑 尤其是在欢乐颂中 杨子以精湛的演技塑造了 深受观众喜爱的凡圣美角色 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 杨子的成功并非仅仅依赖于美貌 更是凭借了过硬的演技和专业素养 他在塑造角色时 能够深刻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 用细腻的表演展现出角色的独特魅力 这种专注于演技的态度 让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尽管杨子在合作中经历了一些波折 但他的星途坎坷并未阻挡住他的脚步 他通过一系列高水平的表演 赢得了业内和观众的尊重 他的事业取得的成功也为他赢得了更多机会 成为了当今中国影视界备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 综上所述 杨子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卓越的演技 成功化解了合作中的风波 成为娱乐圈的佼佼者 他的演艺之路虽然坎坷 却因为过硬的实力而一炮而红 为观众奉献了一系列精彩的演出 杨子的成功之路不仅仅是他演技的成功 还与他的专业素养和对待事业的态度密不可分 在娱乐圈中他树立了一个充满自信 勇敢迎男儿上的典范 为年轻演员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 杨子在事业上的突破不仅仅停留在电视剧领域 他还通过参演一些商业大片和影片 成功拓展了自己的影视领域 他的表演才华和不懈努力 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成为业内的一颗耀眼新星 在曲折的星图中 杨子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品质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逐渐获得了业界和观众的认可 他的事业成功证明了演技 才是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武器 也再次印证了演员靠脸吃饭的成语 并不适用于他 杨子的崛起不仅让他本人成为焦点 也为整个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的励志故事告诉年轻演员们 只要有才华 有实力 就能在娱乐圈中获得应有的位置 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新时代演员的风采 总的来说 杨子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专业素养 成功战胜了星图坎坷中的困难 一炮而红 他的事业成功不仅是对他个人努力的回报 也为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杨子在娱乐圈的未来无疑充满期待 他的故事也激励着更多年轻演员勇敢追逐梦想